3月29号的时候中午的时候 我在这里洗澡 洗着洗着玻璃门 睡着就玻璃门就睡了 当事人也没受伤 有受伤 当事人受了皮毛伤 浴室由三大块钢化玻璃组成 目前有一块位置空荡荡的 底部还残留着一圈碎玻璃 墙上固定的钢片 这里也残留着碎玻璃 小张拍的视频显示 当时碎玻璃渣建的到处都是 小张的脚底板和背部都被划伤了 地板上还有血 小张介绍 因为伤势不严重 朋友帮忙处理的伤口就没去医院 我甚至都不敢在这洗澡 因为我当心这一些也会碎裂 我说你实在不行 你就帮我退租啊 小张介绍 他在这里已经租了一年 续租了三个月 租期从3月11号到6月11号 他希望到这个月月底 能够提前无责退租 目前浴室没有人来维修 还有不少碎玻璃 嵌在底部和钢片这里 自己没法清理干净 这半个月来 他都是到朋友家去洗澡的 要求跟房东 跟那个公司这边都要协商的 因为你说就是 因为毕竟是玻璃自爆嘛 整个就是被人家里面玻璃一下自爆 这个东西谁都不想发生 这也是说实话也控制不了 我爱我家门店的报店长认为 玻璃自爆应该也不算是房东 或者是中介的责任 能不能提前无责退租 会在第二天给小张答复 至于为何迟迟没有更换玉石玻璃 小区的话才交付两年不到吧 还在保鲜器里面 对我们要找物业那边去修 我们一直在联系物业 也是在跟房东那边催促 避免以后的租户遇到这个问题 建议能不能给他加个防暴膜 这样的话即使自爆了也不会伤到人 因为他这个是就是经商区交付的小区嘛 经商区交付的小区 都是基本上里面东西 那反正这个你们跟房东提个一看看 你们加一个以后也避免这种纠纷 反正到时候我们去跟房东协商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节目播出前小张反馈 我爱我家方面同意 5月1号提前无则解约